農機行的一樓堆滿雜物 被燒得一片焦黑 消防員真的是舉步維艱 想要走出來 不僅得蹲低身子 還得小心別被雜物給絆倒 消防員花了兩個半小時 才完全撲滅火勢 排煙排了快五個小時 鄰居說這屋子屋齡三十幾年了 大約十幾年前 才一起在頂樓加蓋鐵皮屋 沒想到釀成了致命危機 因為農機行的鐵皮屋 幾乎搭好搭滿 完全密閉沒有出入口 讓農煙往上直衝 三樓聚集了大量的農煙高溫 原本為了良好採光 才建置了天井 更形成了煙沖效應奪命 比對鄰居的房子 有人在後方設置了開放的陽台 成了避難空間 有人在鐵皮屋內 設了通往屋頂的逃生梯 四八地點的隔壁 通常是鐵皮夾蓋 不過他們在最頂樓的地方 多了一個梯子 一直延伸到了屋頂上頭 可以直接到戶外 也可以爭取逃生子機 起火的透天措 除了一樓擺滿各種農機設備 沒有空間進出之外 三樓加蓋鐵皮屋內 也作為庫房使用 堆滿農機等可燃物 甚至還有油品及鋰電池 真的十分危險 大部分都是吃油的比較多 汽油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汽油這方面 是我們比較需要去注意的 電池最好不要隔夜沖 盡量不要沖超過12個小時 同業提醒 不只是充電時要注意 物品存放也得盡可能分門別類 保持走道通暢 才不會在發生危險時 阻礙逃生與救災 TVBS新聞何一姓吳宗勳 台南報導